好好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 假的吧 没有现在人很多 深圳没有了香港 屁都不是 你觉得 他们是在造谣 声势无事生非 特别的感到耻辱 你知道吗 就两个问题 很快很快 真的很快 就打两个问题就好 你们来吗 求你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真小妹 我是阿清 我们今天呢 来到东门老街做一个街访 就想访问看看来东门老街的人 对深圳经济崩溃论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东门现在经济怎么样呢 人比以前少很多了 比以前快崩溃了 就是差了很多 今年疫情不都这个样子吗 就是很正常的 也没有到崩溃 没有 好好好 深圳都不会崩溃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觉得还挺可以 和以前差不了多少 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很一般吧 我觉得这里 觉得人流比以前少很多吗 会啊 因为这是疫情嘛 是不是 这也肯定会的 但是我觉得更希望就是能够改善一下这个环境吧 我觉得 现在比这以前肯定是差了好多呀 就是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有疫情嘛 我觉得是比去年差了一点点 但整体来说觉得还是可以啊 现在是因为通过疫情嘛 还是减少了一半 觉得经济怎么样呢 还行吧 可能人流量少一点 那你觉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很多吗 嗯 应该有百分之八十吧 我觉得 那你觉得它后来有没有恢复呢 应该会 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会倒不会 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是成立七十周年 去年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在强大 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吧 会越来越好我们中国 你看我们那个武汉是不是那么大的事件 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我们的技术啊 发生那么大件事 可是最后也是稳定下来了 就是处理很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就恢复了 恢复了 对 深圳没有了香港 屁都不是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 应该这么说 深圳是因为有香港才有这样的 繁华 对对对对 它本身它与香港对峙嘛 香港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对吧 对对对 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生长起来的 它应该是依托香港发展起来的 但是这个香港的话 它其实也有一些 可是内地的这些人流 就是他们是相富相成的 对对对对对 深圳没有了香港 屁都不是 你觉得这句话怎么看法 我觉得不会啊 如果没有我们大陆这边的人 香港人怎么可能那么富有呢 是不是 让他们过来广东 我们来陪他聊一聊 我讲客家的广东没走 你知道香港吧 我是香港 你是香港 我也是香港人呢 我们是老乡 深圳谋着香港 屁都不是 你觉得有什么看法 我不这样认为 你不赞成 对 反对这种言论 虽然我们也是香港人 深圳很独立啊 不需要这样子的 有这种想法 这个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现在大陆发展的也很好 尤其是深圳了 但是我觉得 香港可能会更依赖深圳一点嘛 我觉得 香港它当然有它的优点嘛 这没有说是很那个 我觉得香港大家共同发展最好 就是相互相成嘛 对对对 没有说谁没有谁就崩溃 对对对对 我是香港来的 国语说的好标准 是啊很北方 然后我们香港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说 深圳没有了香港 屁都不是 你觉得这句话怎么看 两码四吧 这句话好像说的好像好矛盾哦 香港算什么了是不是 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一部分的对不对 其实你们应该早日回归的 其实就是没有我们这边内地人过去的话 你香港也发展的不了 台湾最近也有很多名嘴就是一直说深圳经济崩溃 连最多人的东门都没有人逛了 没有啊 我觉得还是很兴旺啊 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有过来了 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感觉是很兴旺的 你看有这么多人 就也差不多就差了一点 对啊 好好谢谢你啊 我们香港再见 外网上不停的说深圳经济崩溃 甚至连这个东门老街 人流稀薄 店铺全部要面临结业的风险 你觉得是真的吗 假的吧 没有现在人很多 对啊 都没有看到有店结业 装修啊什么的 就是更多的店会开业之类的 我觉得不会吧 他们都没有来过我们深圳对不对 也没有看过我们广东的经济 我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呢 是不是 想法说我们广东有多么的不好对不对 虽然我是不是深圳本地的 但是作为广东人对不对 还有我们客家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广东经济不好呢 让他们过来我们广东研究一下 东门已经撑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香港的游客 他们香港的游客来我们这边好像不算什么吧 我觉得是我们大陆人给到他们的消费才最大的吧 就我们他们那边的消费群体应该大部分来自我们大陆的吧 最近呢也有很多就是台湾的名嘴啊 然后就会说在东门已经是崩溃了 已经没有人在这里开店啊生意啊 然后人流很少 罗湖口岸就因为香港封关完全没有游客 你觉得是真的吗 懂音上面好像也看到过这种新闻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造谣 对很荒谬吧 就是你觉得现在那么多人根本就没有那种事对不对 对对对现在没有就几乎都没有 因为现在深圳这里影响的也不是很大 疫情肯定会有一点 但是如果要是说台湾那边说中国这边 大家说深圳这边有说经济有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是假的 对是假的造谣 深圳你连东门老街这么旺的地区都人流稀疏 所有店铺都关门了 你觉得是真的吗 他们是在造谣生事无事生非 对吧你叫他们过来看一下或者我拍个视频给他看 今天是礼拜一你周末的时候人都你像蚂蚁一样知道吗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对这种名嘴造谣者说的呢 怎么说我觉得 我这个生气的话肯定会也会有一点 但是就是说我更希望深圳给香港或者是台湾大家共同发展 然后因为现在大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们发展的大陆这边发展的已经很好 相互理解我们只有共同发展中国会越来越好 不要造谣吧就是有事求是就不要乱说 管好自己不要那么多事对吧 你也是中国人假如说你是外籍的人的话 你说两句我们可能也是无权去过问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到耻辱 你知道吗 你要打马赛克吗 不用打马赛克了 不用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的街坊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多人在这里拜拜 好多人在这里 来个我就觉得有什么意见 一转 没闷入一转 都没有在店里堂倒闭的 倒闭在哪里 你想出去了 想出去吗 找不到路 有不公主 到底是在哪里的 哦好辛苦 按后终于看到路了 好累了好累了 我们准备看看崩溃的深圳 好选 我们现在出来了,这东门老街,步行街 我一直在想说,我拍视频会不会打自己脸呢? 其实我很久没有来过老街,没有来过东门了 我真的不知道东门变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真的很人流悉数? 可是你看这人群你妈,你看天都还没黑呢 现在才6点钟,还没到8点就是那种人群高峰 今天还是星期一 Oh my god,哎,好累啊,我想回家 我不想拍这些这么无谓的视频 我自己为什么要走到东门 为什么要在龙江区走到东门去证明 为什么这间店一直都那么多人拍呢? 就很多人了,哎,帮葵就要干葡萄了 我告诉大家这个很好吃,这真的超好吃超好吃 然后丘比他的知识留言笔 气死我的,你知道我多生气吗? 我感觉我自己被骗了,我觉得我搭了几个小时的车 我过来东门干嘛呀,那么多人,你看人山人海 又不好逛,然后那些吃的又不好吃,然后人又多 然后排队又长,我到底来这干嘛呀,你看这条街 真的少了很多,没有今天中一啊,那边都放开了 是啊,还好啦这个人流,可是他那个租金肯定 这样是不够的,二楼,二楼改的好干净啊 难怪没人,因为全都贵了,反而干净的地方就没那么 多人是不是?好干净啊二楼,你看地上都是铺了这种 然后我们之前呢,有一家店呢,是那个很有名 那个丘比特,我之前有拍过,他说月租是7万块人民币 所以你说啊,有很多人做不下去,那是真的因为 疫情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店铺都撑不下去 就是因为那一两个月没钱,你7万块就全部负出去了 就是一两个月的疫情,疫情就算不多,可是它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说有些店真的做不下去也是真的,可是并没有崩溃,OK 这里有自助,哇好多人啊这个,这吃啥的呀,这那么好吃吗 怎么那么多人啊,好多人,满满的人,这不是拖啊,怎么那么多人 35块随便吃,哇好多人 每次来东门必吃的手工刷那粉,它的粉真的特别好吃 我真的很怀疑那个人到底拍哪个街道才能那么少人 能告诉我,不过这里很多外地人,就是很多旅游 很少会本地人来这里逛是真的 哇这里它盖了一个什么什么鬼啊,那是什么呀,广告牌吗 你看那个天花,测电特卖,找到一间测电了 3600,没听过,哇这里好热闹,这条街好热闹 不夜城,好累啊,我逛到我想回家 好多肉啊,它给你 好吃吗,你不是喜欢吃,是不是 好吃 好吃 好